Hello, 欢迎大家, 来到GaGa Home 今天我继续在Burton on Train 介绍一间四房的独立屋 这间屋比你们上次看的那间是稍微大一点的 不好意思, 外面有点吵, 因为外面有一辆洗地车在洗街 这个是不影响我们的, 我们现在马上进去这间屋参观一下介绍给大家看 好了, 我们先看看这间屋的外观 明显上这间屋比我们之前看过的四房更大一点 我们现在马上进去看看它里面 进来, 它给我们一个正常的走廊 我们上次看过那间, 一进来就已经是Open Area 但它也是有一个书房, 首先在右手边 有一个书房的设计, 这间屋选择了入场灯 我相信这些都是Option Extra 这间屋也有80至90呎 足够你做用来文书 好像我的怕YouTube, 这间屋是绝对没问题 这个客厅有230呎左右 两边都是通窗的 如果有对流风, 你在这里开窗 然后同时之间, 这里开窗的话 你就会扯风 对流风扯风 那就会舒服一点 我觉得它也挺开扬的 部长比经常高一点 手指高的就不会太 hare 你说高了有两厂 比级平常都是益数二厂 好, 我们从这上面一面面 这个厅长就有气牌很多 比非常小的四房 好,再過來就是廚房位置 廚房位置旁邊有一道小門 這裡是樓梯底位 跟我們之前看過的另一間一樣 差不多 也有Fuse Box 那個就是Fuse Box在廁所上 這個就在這一邊 有Alarm,有Internet,有燈之類的 我們看廚房之前也看看走廊位置 這裡其實是有一個廁所 咦,它是Utility加廁所 門中有門 首先進到這個Utility位置 Boyner不在這裡 但它的設計也是一樣 一邊可以放洗衣機 另一邊是一個櫃 我不太明白,因為它不做大一點 讓你可以乾衣洗衣一齊 進到這一部分就是廁所 廁所位置鋪磚鋪到上頂 它也是盡量做了一個名次出來的 對了 做了一個名次位置 這個房中有房的設計 不過不知道它能否通過這個防火條例 因為英國很少是房中有房才去走廊 這個設計其實是比較少 真的很少見到 我們現在再到這裡看看客飯廳 本身客廳已經夠大 所以這個飯廳可以不用放沙發 純粹是做飯廳 廚櫃那堆東西 其實都是以美觀為主 你看到 它和較小的單位是一模一樣的設計 它是做了一個電的電圖爐 電電時爐 另外就有兩個焗爐 這個應該是微波爐 微波爐焗爐 它在這裡 如果是大小一點的話 應該拉出來一個架 可以放放冰箱 但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就在後面有一個架 這個就是抽氣線 如果你有留意過我上一集說 其實我不是太喜歡它這種設計 因為它只有一個沙發濾濾 雖然是抽出它 但你看到它的面積這麼小 那不是很適合我們東方人煮食 因為油煙可能會弄到這裡很多油 所以我就一般去抽氣線的設計 抽力度不夠 這裡就有一個入場的雪櫃 入場的冰櫃 LED櫃 下面全部都是LED櫃 然後上面做了一個類似假天花的物體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LED櫃放在這裡 這樣就亮起這個位置 令它更加美 另外它這裡也做了一個電視位 給大家看一看 這裡也有一個位置 用來放電視機 我覺得 你也可以跟進去這個設計 因為其實在中間已經夠大理 放餐桌 六人八人 或者甚至你不在那裡放 你在這裡做 做餐桌 那你喜歡的話 你可能在中間做一個島 在中間 遲些自己加一個島 在中間 其實也可以的 廚房是足夠大理 做這件事的 起碼也有200至300呎 這個廳 OK 那我們再往樓上參觀一下 一樣 這裡的大門也是有一個玻璃位 所以大家如果買這些房子 記得設計 不要用它這種鎖 這種可以扭開的玻璃 所以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大門 旁邊有一塊玻璃 不過無論如何 我們上樓上參觀一下 它上面的情況 好 來到Landing的位置 首先 看一看Landing 正面就是大廁所 左邊這裡有一間睡房 這裡應該是Boynar 稍後再看看 然後有第二間房 第三間房 然後這裡是有第四間房 不如先開始這間 這間我比較有興趣好奇 因為幾道門 進來原來是主人房 主人房 不算太大 一般大尺寸 通常新樓都是大尺寸 它有一個很大的入場櫃 應該是要價錢的 但它可以放很多衣服 因為主人房一定會多些衣服 而過來這裡就是這個 Shower room 這個Shower room 這裡的暖板就沒有 我之前看的那間 比較便宜的版本 那麼高 之前那間 它很高 一大塊的 那這個 應該是一個入場櫃 入場櫃 可以放毛巾 那些 另外它也做了一個圓浮式的一個 晶盤 還有這個Shower 的Screen 可以這樣打開 跟我之前看小的那間是一樣的 設計 那也是Shower head 在上面 其實它做得不好 比如在這些位置 你看見它的Shower head 油都油得不好 而且我覺得很滑 感覺上有些儀器 如果你不小心一搓 可能會整個掉出來 我不知道 有個估計 它這裡有一個Shower head 是鐵的 是金屬來的 但是如果你要換其他東西的話 可能會有點麻煩 因為它未必是standard size 所以這個爛了 你可能要特別再配過 它也是用電子 這個不穿 剛才那個穿 有一個電子的Shower 是這裡開關的 很少Shower 會這樣 通常都是實體按鈕 我自己是喜歡實體按鈕多些 就是Touch Screen 你看它開不穿 那我怎樣洗澡呢 所以 我有一些保留的 這種設計 那它這個主人房 還有一隻窗 在這個位置 可以讓你對流封 這裡開一隻窗 的話 你這裡也可以開一隻窗 做回對流 那我們去另外 第二間房 看看 第二間房 就是三銀床 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也是有一個 存放牆的櫃 這些加錢 幾呎就有了 那它也是大約一百尺 一百尺 一百尺左右 這間房 不算太大的 好 那我們現在去到 主要的廁所 那我覺得廁所 那廁所 那廁所 我覺得廁所 小了一點 那如果以這麼大的 那我來計算 那我怕這些設計都是這樣的 雙上牆 但是你維修可能有點不方便 另外一個按鈕 在這裡 另外有一個 沙灘盤 做到很漂亮 整套東西 又黑又白 是很有設計 但是那個 實用性和維修方面 可能會比較差 一點 暖板也不是做到上頂那種 那種應該是 其他選擇 這個就是標準的 可能是 好 我們看完廁所了 那再移動 然後按鈕 就看看這個 應該是這個 鍵盤 位置 對了 這個鍵盤在這裡 其實它不需要用這麼大的櫃 來做這個鍵盤 那這裡 其實你可以多放一個 鍵盤在這裡 都可以 但是它就選擇 用這麼大的房間 來做這個鍵盤 好 那第三間房間 也是一個雙人床的房間 跟剛才我們看的那間 差不多大小 那個格局 都是一樣的 但是它就沒有整棵牆 都是貴 半棵牆 四分三棵牆 那都是大約 一、二尺左右 好 那看完這間房間 就看完最後這間房間 那這間房間 是一間單人床的房間 較為小一點的 那我猜它都是只有 80呎 70至80呎 那放了一張單人床 其實雙人床也可以的 不過你不能在旁邊 可以在床尾 好 那上面 就看看有這麼多 這間四房間 各樣東西 都大一個圈 但是呢 很驚訝我的地方 就是 它樓上的主人的廁所 其實 還小一點 比另外一間 便宜一點的四房 另外就是 它第四間房間 竟然是單人床 那上一次我看的那間 我記得是雙人床 你可以擺到 那 反而這件事令我驚訝 比貴了 但是房間更小了一點 那 它大就大了 在那些客廳 飯廳 走廊位置 那樣 那 它也是美觀 是很美觀的 那 那門呢 那些質素也是高的 很實正的 但是呢 它實用性 較為低一點 那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記得按鈴鐺 那就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